台中不只有武林农场可以看到樱花 这后里也可以看得到哦 台中市泰安派出所就种了近百株的樱花树 每到二月的时节总会绽放美丽的粉红花海 虽然今年受到天候影响 这花矿比去年少开了两成 但是然不影响游客赏银的兴致 甚至还有人等不及二月十九号的樱花季 就有抢心来打卡了 满山偏野的大树染成了粉红色的花海 远远望去花团紧簇 在阳光的晕染下宛如仙境显得格外浪漫 摆出好看的pose 在摆上几株艳丽的花朵 有全台最美派出所支撑的后里台安派出所 每年最大盛事就是赏银的季节 纷纷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起网美照 看因为现在我们是台北来的 这个台北最近都是阴天嘛 那刚好中南部天气很好 后里的樱花又盛开了 所以我们就参加旅行团来看樱花 其实我们是每年都有到日本看樱花 但现在没办法出去 所以能来这里就很不错了 太安派出所沿线种植近百株八重荫及野荫 二月下旬就进入盛开起 沿途两百公尺长都是粉红光景 一大片的樱花包围警察局的景象浪漫至极 也让庄严的警察局天上几分柔和氛围 而近期本土疫情升温 去年樱花季活动停办 但今年经地方及各机关单位协调 决定在2月19号登场 目前樱花只开了5到6称 花矿相较去年少了约两成左右 但仍不影响民众性质 还特地抢先来赏花 我们樱花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 它比较慢开 所以目前来讲已经有五成的开发率 那我们预计到2月28日会盛开 最盛开的时候 整体来讲我们的整个花量 会比往年少了差不多将近两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往后 还是会继续加强这个樱花的管理 让我们这个樱花再度的盛开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后离 樱花振饭了美 疗愈每个游客的心 活动一直持续到2月28号 后离区公所也呼吁民众在赏鹰之际 仍要戴好口罩保持适当距离